提起康师傅,相信很多中国人都吃过这家公司、旗下的方便面和饮料,毕竟在中国随便哪家超市和便利店都可以看到。 但与此同时,康师傅一直被盛传世日起,那么真实情况是如何呢? 首先从康师傅的历史说起,康师傅是由台湾鼎新卫家四兄弟创立的,分别是大哥卫英州,二哥卫英江,三哥卫英冲,四弟卫英行。 鼎新集团的前身原是1958年,创立于台湾张化的鼎新油厂,1974年登名为鼎新自由公司,以生产工业用并买油为主。 1988年,中国大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,卫士兄弟看到大陆前景广阔的市场,于是决定到大陆考察投资,鼎新集团进入大陆后,先后在北京、内蒙、济南等地区投资办厂,并推出了鼎好新香油、看来淡苏卷等这名产品。 但由于当时国内整体消费水平偏低,这些产品叫好不叫做,一度使公司在大陆的经营投资陷入困境,除当时推出的鼎好新香油。 因为这个产品有点超前,当时大多数大陆家庭用的都是八脚钱一斤的散装油,锅里有油就不错了,根本还没达到了要面子的程度。 售价两元钱一斤的鼎豪清香油质量最好,却销量却不佳。 1991年的一天,四地卫英星关闭了那蒙古通辽的一个工厂,踏上了回卫英的火车,18个小时的车程中,卫英星从旅行包里掏出了一包台湾产的方便面,泡开吃了起来,谁知泡面的香味来众人为官。 前段时间,台湾一个综艺节目上,有人说在大陆吃碗泡面,都有五六十人为官,也得大陆人吐槽。 其实,这一幕是发生过的,不过在二十多年前,当时,大陆就有方便面,但大家都是煮来吃的。 因为泡不熟,一定要煮才能煮熟,再放心红柿,下鸡蛋煮才好吃,这碗热气腾腾,香喷喷的方便面,既有盛面滴碗,又有吃面的工具。 对于当时围观小微吃面的人们来说,全世界的大门打开了,大陆这么大,坐火车的人那么多,方便面的市场该有多大? 卫英星兴奋的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市场。 1991年12月,卫英星带着薪酬来的800万美元,再次来到了大陆,成立天津鼎翼国际食品有限公司。 一番市场调查后,他相信牛肉口味的方便面,可以赢得消费者的心。 于是,康师傅红烧牛肉面诞生了,于以往只有一包调料,包装简单的袋装,方便面不同。 康师傅红烧牛肉面多了一个牛肉酱料包,还配有纸质的碗和塑料叉子,这在当时是一种创新。 当时,五、六元一包的紧口方便面,对普通老百姓来说,还是个价格昂贵的稀罕物。 而几毛钱一包的袋装面,就是上文提到的泡布熟,要领备配料的方便面,因为质量不高,没有太多人问津。 而康师傅当时的价格,是一点有八元一包,口味又适合,加上全面铺开的广告公式。 红烧牛肉面迅速畅销,公司门口甚至一度出现批发商排长对进货的情景。 师傅方便面打开局面后,基金问题紧接而来。 股东们甚至卫英州的弟弟们都认为,应该先巩固天津周边市场,等资金跟上以后再向全国扩张。 而卫英州立台重义,坚持向全国范围打品牌,正市场,同时迅速扩张生产线。 于是卫英州一面在台湾设账购设备,一面要求经销商先款后货。 同学督促弟弟们找钱。 三年时间,康师傅完成了全国期的生产基地布局,扩张速度令人眼花缭乱。 到1998年以前,中国方便面市场一直是康师傅一家独大。 1998年,康师傅进入内地市场的第六个年头,工资业绩急转直下,为英州心急上火。 他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,改变包装,在渠道和营销上,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资金。 但是收效甚微,经过长期的跟踪调查之后,他发现,问题的癥结在于消费者对单一口味的方便面已经感到厌倦。 后来康师傅派出研发人员前往中国各地,寻找各具特色可以转化为方便面产品的中华美食。 千帮百计的将方便面的工艺与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的菜系相结合, 从而破解了增长下降的魔咒,牢牢控制了方便面市场大主的地位。 因此康师傅一开始是一家台湾企业,但是因为扩张太宽而曾经不足。 1999年6月15日,丙鑫集团与日本三洋食品集团预达成策略联盟合作协议。 丙鑫将以每股港币0.8元出售康师傅33.14百万号股权给三洋食品诸试会社,总金额达1.43亿美元。 因此目前抗师傅的最大股东是丁鑫开马群岛控股公司,占有股份达33.27%,最大个人股东类抗师傅品牌创始人为英州。 持股0.4%,剩余33.15%的股份由公众持有。 2008年底,丙鑫集团再次发生重要的股权变化,日本一腾中支付7.1亿美元收购了丙鑫集团20%的股份。 这意味着,康师傅有39.79%的股权,被日本三洋食品和一腾中集团控制。 日本是康师傅最大的股东,因此可以说,康师傅是一家日本企业。 不过日本企业更注重的是利润,因此康师傅的营销权利还是掌握在卫士四兄弟手里,令人眼花缭乱的康师傅股权架构。 康师傅因为是一家日本企业,这对于抗日情绪高涨的中国大陆来说是一个不好的标签,因此这家企业一直都在模糊自己的身份。 相比之下,康师傅的竞争对手统一集团的股权,则牢牢把握在中国人手里。 更重要的是,统一这两个字,先盯着台湾回归大陆。 因此,一定程度上,如果我们要理智爱国打击日本,就不应该购买抗师傅的产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